今天各地天气还是来得比较稳定 没有什么降雨 温度还是高 今天基隆高温都超过了36度 秋老虎持续发威 但明天天气要转变了 尤其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 为什么 因为东北风要增强 所以明天在桃园以北到东半部地区呢 降雨几率会提升 温度会有所转凉 不过到了新竹以南迎乡小 天气还是相对晴朗稳定 但是日夜温差会拉大 我们透过卫星云图一块来了解 云图上可以看到呢 在主要的云城在台湾的北边这里通过 对我们没影响 这段时间呢 主要都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 所以呢 全台各地天气都是来得比较稳定 但我们提到明天有些不一样了 因为明天啊 台湾附近的东北风会增强 所以会带来一些水汽 迎风面降雨几率当然就要提升了 包括了桃园 台北 一直到基隆 宜蘭 还有花东地区 明天云量会变多 开始有一些局部短暂雨 虽然目前看呢 这种降雨不至于会太多 只是跟这几天 比较晴朗的天气形态相比 开始有些不一样哦 降雨机率提升 您出门带把伞会比较保险一些些 不过到了背风面呢 相对影响就比较小 所以您到了新竹以南 中部 南部 明天主要还是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只不过随着东北风增强 所以大气环境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 所以中南部山区 午后局部降雨的几率就会提高 尤其在南部山区 您下午到山区活动 稍微的留意一下 而明天的东北风增强之后呢 接下来还会有一波一波的东北风 接力南下 所以影响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些 接下来包括了礼拜四 包括了礼拜五 这种东北风会持续的影响 所以四五两天啊 台湾以北 东半部地区 都还是应有局部短暂雨的天气形态 新竹以南 多云道晴 山区午后的局部降雨 接下来礼拜六开始到下礼拜一 很多人关心的国庆廉假 天气形态也类似哦 还是东北风持续吹 所以呢 台湾以北 东半部地区 持续会应有局部短暂雨 东半部可能局部地区雨势会来得比较大 不过您到了新竹以南 天气相对稳定 所以国庆廉假 如果要安排活动 越往中南不走 当然天气就会越稳定一些了 而温度部分 透过地面天气图 也要告诉大家 可以看到这封面过了 后头会有高压移出来 为我们带来东北风 带来一些凉空气 整体来说 这种冷空气不是太强 但因为这几天 北台湾温度升得比较高 所以明天温度转凉的状况就会比较明显 这几天再包括了桃园以北到宜兰这一带 这种高温可能有34到35度 明天降到大约27 28度左右 降幅有7度上下 新竹以南还有花东地区 高温还是有30度 中南部高温甚至可以来到32 33度 但是早晚温度略降 所以日夜温差在中南部会比较明显 最后天气上的小丁铃就提醒大家了 明天北部东半部天气有些转变了 桃园以北东半部出门带把伞会比较保险 而且温度转凉 适时的添加衣物 重步 新竹以南 天气相对还是稳定的 但山区午后有些局部降雨 日夜温差比较明显 明天天气透过图卡一块来关心 明天东北风增强 也因此包括了台北 基隆降雨继续提升 桃园这里也可能有一些零星的飘雨 新竹以南主要是多云稻晴 而温度部分呢 北台湾会凉快一些 所以在基隆台北高温降到27度 新北26到28度 桃园也是25到28度 要适时的添加衣物 到了新竹苗栗高温还是有30度 而中部地区白天温度还是高的哦 在台中26到34度 彰化26到33度 南投25到33度 云林25到33度 嘉宇26到34度 中部地区在明天 还是多云稻晴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南部地区要留意的 山区午后会有些局部降雨 尤其在屏东这一带 台南27到32度 高雄28到32度 屏东25到34度 另外东半部地区迎风面 明天降雨几率也会有所提升 温度在宜兰这一带呢 也会比较明显的转凉 宜兰24到28度 花莲25到30度 台东是25到31度 而在外岛地区来看的话呢 在马祖金门温量偏多 宏湖高温31度 未来天气透过图卡告诉大家 我们提到明天开始接连几天 这东北风一波波接力南下 所以在桃园伊北东半部地区 应有局部短暂雨 温度凉快一些 中南部影响不大 天气还是稳定的 白天还是热的 锁定还是气象 军开每天跟您聊天期